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逐渐提速 一直达到您的最大有氧跑速的60%即可 然后请保持不服 身体不要前轻 但是要放松 并始终与坡道垂直 如果坡道比较平缓 可以以脚跟落地的方式来跑 如果坡道比较陡 脚底应该与地面充分接触 这样既能保持身体平衡 又能防止受伤 为了缓解来自地面的冲击力 应该通过小步跑来缩短步伐 同时轻轻地摆动双臂 增加身体的平衡性 目光看向脚前方的道路 避开可能的障碍物 第二 跑下坡道的练习 首先以慢速跑下坡道 跑约一分钟左右 然后锁回坡顶以恢复体力 接下来再重复五次同样的练习 完成之后 再做十次下坡练习 每跑完一次 都重新走回坡顶来恢复体力 这个练习能够很好地锻炼您跑下坡道时的姿势 跑下坡道的练习可以拉伸腿部肌肉 为了避免受伤 练习完成之后请至少休息一天 让肌肉得到充分的恢复 现在您就学会跑下坡道的技巧了